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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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这个吴越广场叫什么? 陈邦新天地 改了名字了 因为他之前混人比较差 因为经营不善 所以他被吴越广场收购了 我们首先说到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属于吴越广场 是大瓦湾的西区龙海二路的路上 假如要过来 可以搭128B 188 209B 266 368B 多数公交车都是经过这里 直接下车之后 就可以走上来 这里有公交车 这个交通是方便的 吴越广场 其实他是属于新城鸿股集团旗下的商业 目前在全国各地 它是93年开始开发的 这个集团 到现在是已经达到了5600多亿的资金 这个集团也是比较有料到的 那惠州的这一间 都是属于唯一一间 惠州唯一一间的吴越广场 它目前是集团的第198座 这个商业 这个站地都有15万方 跟上次我们说过的问答就差不多 这里 但是这里的人流量就没有那么旺 就没有问答那么旺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这里没有靠近大亚湾西区比较中心 问答是比较中心的 5月广场有些偏小小 偏靠近我们的大亚湾的行者服务中心这里 所以 它的人流是没有那么大 那行5月广场的人 就是附近住的人 比如说公园上城 星河丹堤的天律南天律北 还有我们大爱城 还有现象会 什么叫成央印象 这个楼盘是行这里比较集中 还有澳头片区的人过来这里行 因为澳头是没有大的购物场的 只有这里比较近一点 所以材中的人走比较多 但是相比说 这里没有曼大广场太旺 是索色的 没错 有什么特点呢 不要和曼大广场有什么不同呢 就有一家吃饭 海地喽 这里却是有的 曼大广场没有的 海地喽好像只有24个 24小时 基本上是到凌晨5點多才會關門 基本上是24小時 海底樓 海底樓出面是服務好 食物呢 常常是好吃的就是 什麼? 貴菜 現在有全球的 現在也是有美團 抖音也是有優惠 所以酸都可以的 以前就沒有了 現場怎麼賣多少錢 沒有套餐的 不過現在又有了 我們現在來到五月廣場的中庭位 最中心的位置 其實五月廣場現在運營得好 就是它現在的 焦災車輛 車輛比較好些 時不時是有節目的 除了我們中庭這裡有 演唱會表演 增加色恨吸引我們周圍的營樓 還有外邊也是有一條街市吃東西的地方 對 裡面外面兩邊都有 裡面這裡主要就是商場為主 譬如說買三副鞋物 還有我們會有那些超市 就是那些天紅 買吃的東西的 或者買生活用品的 那麼到了樓上四樓 就是主要一層都是吃東西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 當然如果想要性價比高一點的 價錢便宜一點的話 我們在外面就有一條街 是吃那些美食的 是燒烤 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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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是我們海匯那條夜市街 一排都是特別多食物 特別是晚上五點半開始 這條街都會特別忙 對 所以到晚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夜晚的時候 這裏就在旁邊海匯 海匯差不多有1.5萬人住在這裏 是 那也是靠這些小區人流去消費的 它是多的 那我們現在一樓 有一個外街 我們可以逛逛外街 那一樓其實有部份是珠寶 我們比較多有威城市 有那些大的生活用品 這些店舖 還有一些三副 還有小朋友玩的東西 都是有的 其實 雙城都是 大和小偉都差不多 只不過有些東西是 比較特別一些 就是說的 不要說長久了 就是有我們 有KTV 還有街市 這些內街 其實曼達也有 曼達的外面擺東西都有 但曼達那裏就沒有這麼厚排車 那裏呢 那裏呢 有一個就是晚上比較多人曼達 那現在呢 在中午的時間 這裏街市都開了 是 這邊有 這條街 剛剛開了沒有多久 是 去年的時候 我來到這裏是沒有的 今年應該是上 六月份 五、六月份 才開了這些 街店 是的 那裏還有一些小吃 這些 懷著 那旁邊呢 也有開了幾宗的 剪頭髮 死頭髮 那些 叫做店舖 是 那我們進來 看一下 嘩 這裏賣的東西好像 多些 是不是 是嗎 是不是因為 感覺好像比 曼達那裏的商場 感覺不同 那裏 感覺過度舒服一點 闊一點 是因為人少一點 人氣少一點 都有可能 所以顯得地方大很多 這裏呢 拍車便便宜一點 是 因為曼達那裏呢 都是有 消費不消費都是需要有錢的 4個小時的時候 我們就交了3.20元 跟深圳差不多了 哈哈 不過相傳呢 填車費都不便宜的 是 這裏呢便宜一點 可能10元就可以搞定了 是的 嗯 這裏一樓就行完的了 那我們上去二樓再看看 嗯 好了 現在到了二樓了 哈哈哈 嘶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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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鏡的鏡頭 我們現在鎖二樓 其實二樓呢 都是有比較多買衣服的地方 嗯 還有呢 有個天龍超市 走過前面那裏呢 有些運動裝比較多些 好 那這裏呢 嘩有個村戴甲啊 嘩 這個不是九元九一個 免費是大 哦 這個是 他剛才說的 這個 這個九元九 這些 二樓的是九元九 嘩 不過很漂亮啊 這裏 好多些村戴啊 這些是可以用很多次的 這些是可以用很多次的 問一下多少錢啊 問一下這個多少錢啊 哦 九十九元 最便宜的 哦 這個一百六十九 可以打折的 那最便宜是九十九元 不過很多 很多漂亮的款式啊 如果喜歡戴那些村戴甲 這個可以用很多次的 現在前面那些呢 就是 嗯 這個有根 哦 雪櫃那些 好香啊 為什麼每個地方都有這樣的 那些雪糕吃呢 因為人家喜歡吃嘛 哈哈 多謝你們解答 好像解答了 又好像沒有解答 嗯 那旁邊呢 其實 宣傳裡面呢 就是我們 博士眼鏡啊 旁邊有幾家是買衣服的 其實可以慢慢走的 那 這裏五月廣場呢 旁邊中間是有個 天堂超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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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時啊 都是比較多行這裏買東西的了 哦 哇 有充卡活動啊 什麼來的 五千元 減299 反利 兩個點 什麼意思啊 這個 反利 哦 三萬啊 沒有這麼低 2%就是多少錢啊 2萬9千元 2%的情況下 也就是 200元 1%就是2千元 2千9百元 2%就是4千5千多元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啊 啊 為什麼不回答我 我不知道啊 哈哈 有花 哦 可以買些花去養 哦 買回去養 哇 天堂啊 這個 中秋季節來了 所以呢 有幾多人在這裏走 哇 好大隻啊 好大筆啊 這個 三斤啊 這個大個銀仔 哦 哦 哦 不是 這裏是11元 9億斤 500克 有3斤 就是差不多30多元 30多元 都便宜的 哦 絕對不貴啦 這裏有很多水果啊 哇 我喜歡吃桃子 天堂呢 天堂比較多水果 生果 沒錯 而且我覺得那些水果新鮮些 是不是啊 這裡很多樣化啊 什麼都有 為什麼有些是29元 有些是9元9 什麼的 就是那些 我看那些棗啊 哦 可能大小 有些小品種 不一樣的價錢 就有少許不同了 還有呢 我喜歡 就是有些人喜歡 在超市逛街 是有 有原因的 因為呢 超市的東西 全部做好了 包裝呢 是啊 番茄呢 六元八一盒 一盒啊 是啊 十元是吧 不是 現在的我打算 六元八 六點八折 嘩 用不用這麼便宜啊 是啊 這些 這些是有機蔬菜 有機蔬菜 蔬菜比較多品種 有乾淨 這裡走的時候 買東西回來 買菜回來煮菜 其實都不用擔心 天堂呢 我覺得品種比較多 什麼都有 不用怕吃什麼時候 嘩 煮的那些菜是沒有菜 沒有菜品 買得到的 好不好 栗子 這個是 藍瓜 粟米 粟米 嘩 好便宜啊 五元四 兩條 五元四 十元一包 撕好的 這個栗子 撕得乾乾淨淨 用來包湯呢 煮湯呢 剛剛好 煲湯 是 我覺得現在以前行商場 天空這些 覺得是貴的 所以我們是去行濕街市場 現在你覺得 商場裡面的東西都便宜的 是的 而且打包好 方便 乾淨 乾淨 好嗎 好多的零食 一盒入狀鹿 又挺有食慾 看起來 雞啊 雞腳 鴨腳 一隻雞29元 這個是雞 什麼是鴨 去心蓮子 鋼毛雞 好便宜 這些叫什麼 還有呢 如果你們不想吃飯的時候 可以超市這裡天空 買些菜回去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又方便又可以吃東西 是啊 看電影 吃下那些涼菜 好啊 好多東西啊 走過前面那裡 好 哇 這裡有很多酸奶 熟食都可以的 熟食 酸奶 酸奶 希望這裡算好 很大 是 酸奶 這些都是有的 慢慢走 很多 可以試吃的 我的水產品 基維蝦 39元9 太不大隻 這兩個是死了的 量它是幾大隻 留上來看看 哦 都ok 39元9一斤 這個這個 正常如果在外面買40多元 多寶魚啊 多 好大啊 39元一條 一條 是嗎 我搞錯啊 我們有些大龍蝦 不知道啊 看看看看 真的啊 39元 好大隻啊 多寶魚 多寶魚貴的 這個大龍蝦 龍蝦幾錢 好大隻啊 不會的 不會的 你放心吧 真的要100元嗎 你沒有價錢嗎 不知道 龍蝦沒有價錢的 差不多100元一條 這個是黑虎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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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虎蝦 黑虎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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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隻 45元9一斤 黑一點 超猛的 就是大力度 我覺得這裡買些海鮮 基本上都不會說 不會太貴的 因為我們這邊靠海 所以海鮮都特別便宜 都是很便宜的 是 還有很多種類型的魚 譬如說 職魚 用來煮豆腐湯 或者其他的 12元9一斤 是 12元9 這些就是蟹 哇 秋天到了 應該吃蟹 是 吃蟹 花獎 這個小一點 不過可以的 22元一個 是 哦 來到月餅區了 月餅就是很多的 一度的中秋節又到了 這個是什麼 佛跳牆169元 哦 這些就是那些禮裝 可以用來送禮品 送人 這個是香港美心 哦 美心 美心是出名的 300元一盒 貴不貴 360 好像有點貴 是嗎 我不知道 這裡就是油的品種 花生油 豉油 還有醋 為主的 那價錢呢 比外面的零店 小店 這個月餅 價錢就很大了 是 可能幾十元一盒 到幾百元一盒 都有 差很遠 是嗎 那些是沒有這麼漂亮的包裝 是啊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月餅13元一個 這個 13元一個 這總是叫叉燒 這樣看有多好看 這個是我們衛州的特產 郭師傅 是 好出名 衛州可能比較出名 但是我不吃月餅 我不吃月餅 這是75元一盒 如果喜歡吃那些鹹的月餅 這個可以的 鹹月餅 這個是鹹的 這是叉燒 有月餅是鹹的嗎 你不知道 現在還有海鮮月餅 很多品種 所以 你剛才說我很驚訝 是對的 你又不吃月餅 我印象中 月餅全部都是 霜王那些 甜的 不過現在 設計多很多品種 所以 你確認 只要你想不到 是 沒有他們做不出的 是 因為飲品區 牛奶區 基本上 你這樣走一圈 你要買菜也好 買水果 買熟食 買魚米海鮮 或者買飲品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天堂這間 完全可以滿足到大家了 是的 魚餅廣場 就走一下天堂 雪下海底褲 沒錯 我們現在要上去 上面 四樓吃東西的地方 是 那我們繼續走 三樓和四樓都差不多 都是一排都是吃東西的地方 那這裡呢 就是 24小時燃熱的火鍋店 就是海底樓 是 海底樓其實是出名的 深圳都有得吃 之前呢 我們都喜歡吃的 價錢 說真的 都跟正常的那些地方來比 貴了一點點 沒錯 我都很喜歡吃海底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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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有夠寬 二來呢 怕你太悶 還有一些做 交給的 就是在這裡可以免費的 這些都是不用錢的 噢 還有小朋友 睡覺的地方 不用 謝謝你美女 那這裡呢 就很多地方可以坐著等的 那裡面呢 它是按照你給的號碼 來在這裡等位的 如果說你想人多的情況下 有大包箱呢 都是有的 裡面有房那種的 嗯 那不單止有海底樓 旁邊還有蛙有到 吃蛙的 吃蛙 牛扒 餐廳 都是有的 其實現在是 因為現在我們四點多鐘 還未正式去的 開業 開門 因為沒有時間 如果晚上五點半的時候 人比較多 比較集中一點 吃東西 都是比較多的 嗯 好像有一個信德的菜 新開的 是 信德菜可以 吃個魚生是可以的 你吃不吃的 魚生還沒試過 你沒試過 是啊 我試過 好不好吃啊 我不敢吃 我不敢吃 不敢吃 沒試過 是啊 就是試過一口 你說是夠鮮的 但是呢 因為本身魚生 它 一百七十塊 一百七十塊 六十塊 有龍家小丑肉 蒜蓉蛙蛙菜 蒸水蛋 嗯 還有一些禮湯 嗯 還有一些小食 哇 那都便宜了 六十八塊 都是有港式的 點心的 是 茶點都有的 還有一些如果你是充值 有折扣 是吧 都是比較多的 那現在呢 歪有 歪有 有道的 他們員工開始在這裡開會了 因為準備接待客人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商場之旅呢 就差不多完的了 是啊 走完我們五月廣場了 沒錯 因為呢 本身每一層呢 我們都有介紹的 那我們都會放些空鏡 和一些航拍給大家看一下 五月廣場呢 它是在龍海二路這個地方呢 如果是出了門右手邊 直走去深圳 左手邊呢 去到海邊的 那這個地方呢 它是屬於 又是屬於市中心 又是可以去到深圳 又可以去到海邊 是一個比較多方便的一個位置了 那我們之前應該都很多個人朋友 選擇買了公園上城 那還有我們前面的那個 那個 什麼樓盤啊 大愛城 還有一個叫做 銀帳 城堂銀帳 那幾個樓盤都有的 是啊 那住在這裡 如果過來這邊呢 是方便的 那這個人氣呢 就不是那麼旺 說真的啊 就是和曼達尼對比呢 就是差一點的 如果說喜歡清幽一點 不是那麼逼人的 那你吃飯不想等那麼久的 這個地方適合大家 是的 五月廣場就是最佳的選擇了 沒錯啦 主要我覺得天紅的東西呢 好像比永輝超市便宜很多 是不是 確實 是啊 那她的性格比是比較高的 剛才阿Dee呢 準備買東西的了 我叫停了她 我說停停 做完東西先 是吧 就是慢慢走都不要緊的 如果大家不想走天紅呢 都非常之方便的 因為天紅有個天紅到家裡 網上怎樣去想要的東西 它是可以送到你家裡的 懶人必備 是啊 免費的 不用錢的 OK 好了 那今集我們這個五月廣場之旅 就走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想知道去哪裡玩的 想要知道哪個景點 或者哪個好吃的地方 都可以聯絡我們 不知道怎樣過來都可以聯絡我們 不要緊 給你們一個地址 想要更詳細了解的 都可以問回我們的 OK 今集的視頻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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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